朱元璋死后因为没有安排到皇位继承 使得出现了叔叔朱棣与侄儿朱姆腾为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的悲剧 在朱棣夺位登庭后 既有了流血牺牲的前车之鉴 他能否解决好自己皇位的继承问题呢 朱棣的儿子们又能否坦然地接受父亲的安排呢 百家赶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永乐大帝第三十集 帝王家世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元璋在生前大肆纷纷翻网 却把皇位阁代传给了皇太村朱姆们 使得国家出现了强之弱干的局面 建文帝与叔叔们心生贤习 最终导致了朱棣静难之意 夺位登起 大明王朝是否要再次陷入全力争夺之战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作客百家赶赶 西日节目 永乐大帝第三十集 帝王家世 在中国皇位集团只能是男孩 女儿没有指望 那朱棣有几个孩子呢 他前后有过四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很小就死了 剩下三个 这三个儿子 按道理来说 就是老大来继承 老二老三没有份 可是他们家的事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三个儿子都是什么样呢 这个老大 就是朱高赤 朱高赤这个人 在史书上说他是一个 非常宽和人厚的人 听着这个说法 觉得他很像 谁呢 像他的伯父 太子朱镖 也像 他伯父的儿子 建文帝朱颖文 这两个人 在历史书上的评价都是宽人 人柔 软弱 过于宽人了 过于人柔了 你不就软弱了吗 那么这个 朱高赤 好像也有类似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初 朱元璋 让他的几个孙子 说你们去 给我 去检阅一下 我的军队吧 于是大家就分头去检阅军队去了 朱高赤呢 也奉命去检阅了一个军队 等到这些孙子们检阅完了军队回来了 一个个都很早回来了 唯独这朱高赤没有回来 左等也不回来 右等也不回来 怎么回事啊 很晚他才回来 朱元璋就问了 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他说今天天很冷 我让士兵们吃完了早餐 我们再检阅 所以晚了 朱元璋听了以后 觉得很有意思 年纪轻轻的这么一个孙子 他知道爱惜将士 就在朱元璋的心目里边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朱元璋又培养和考验自己的这些孙子们 让他们去处理公文 拿了官员的奏章给他们看 大家看完了以后交上来了 朱元璋一看 这个人挑了好多毛病 那个挑了好多毛病 唯独这个朱高赤看的奏章里边 没有勾什么小毛病 朱元璋以为他看的时候 马虎了 没有看见 就问他说 那些错你看到了吗 朱高赤说了 看到了 不过文字上的小错 是小事情 关键是这份奏章 对于国家的大政的处理 有没有建议 朱元璋愣了一会儿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这个孙子 他有人均之德 什么叫人均呢 人均就是皇帝 是他有做皇帝的素质 你看多高的评价 他人柔不人柔呢 他人而不柔 这个人跟他的伯父 跟他伯父的儿子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虽然很宽厚 但是他并不软弱 那按道理来说 那朱棣应该喜欢他 也喜欢得不得了了 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 那不引以为荣吗 他也有他的毛病 他有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什么弱点呢 长得特别胖 特别的胖 不是我们想象的一般的胖 从我们读这些史料来看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来分析的话 我觉得朱高赤有肥胖症 他不是说只是一个胖子而已 到了什么程度了 到了行动不变的程度 行动都不方便了 你说 朱棣是个多鹦鹉的皇帝 他做燕王的时候就打仗 夺位的时候打仗 当了皇帝还打仗 他希望他的儿子也像自己一样 鹦鹉盖世 可惜这个儿子身体过胖 行动不变 不是一个骑马打仗的将材 所以朱棣感觉很失望 其实朱高赤虽然行动不变 但他可不是一个文弱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史书上记载着说 他在武功上有一个特点 他是神剑手 百发百中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他能够在静难执意中 替他父亲守城 你说他跟着他父亲骑马在外边打野战 他不行 但是他守北平城 他守得很好 他是有战功的 他不是一个人柔 无力 不能打仗 什么都不行的 一个文弱书生 他不是这样的 可惜就是 他父亲不是特别喜欢的 朱高赤被誉为有人均之德 从小就在同辈皇子中表现出极高的天分 但却因为生理上的缺陷而未受父亲冷落 虽贵为敌长子 却到底意难平 因为朱棣迟迟不立太子 使得新人的皇位继承前景莫测 既然长子是宠 那么朱棣迟的二皇子又是个怎样的人 他会得到父亲的偏爱吗 老二是什么人 老二不得了 朱高旭 打仗勇敢 朱高旭是以勇猛著称的 静难之役中 他一直跟在朱棣身边 每一次大战的时候他都出现 而且敢打敢杀 可是后来他倒霉了 史书上说他是什么 说他是汉勇无赖之徒 一个汉勇无赖 那不是什么好名词 虽然勇敢 但是是个无赖 是不是因为他后来倒了霉 所以史书上故意的来贬低他 不完全是这样 朱高旭这个人确实有他的毛病 他小的时候 在宫廷里读书 朱元璋他得教育他的这些孙子 曾孙子这些孩子们念书 在宫廷里读书的时候 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听话 在朱元璋的这些孙子里面 最差的就是他 经常受到老师的训斥处罚 调皮捣蛋 天生的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他的长处是什么呢 是能打仗 短处是什么呢 交恒 跋扈 任性 不听话 他跟他的哥哥这么一比 这差别就出来了 差别出来了 可事情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这么简单 大家还记得 朱棣在夺位打仗 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两次都是他们家老二 拼死的冲杀 扭转了战局 当时朱棣也干过一件 很不光彩的事情 他跟他这个儿子说什么 说我累了 我实在是打不动了 儿子你努力打吧 他拍拍他们家老二的肩膀 跟他说 说你哥哥可是有病啊 什么意思 就是暗示他 你哥哥身体不好 将来他继承不了我 这个继承的权给你 你是不是下许愿吗 你许这个愿的目的 就是让你儿子给你玩命 这父子之间还搞这些名堂 就为了夺取这个皇位 什么都不顾 果然 这个朱高旭 明白了他父亲的意思 就拼死的冲杀 最后 真的扭转战局 立下功劳来了 等到他们父子把皇位夺到手了 他想等着他父亲兑现当初在战场上的许诺 那你怎么对付 所以朱棣非常头疼这件事情 他们家的老三叫朱高岁 朱高岁比较年龄小 涉事不深 这场夺位战争中间 因为他还是一个少年 所以没有掺和到这里边来 只不过因为他是小儿子 朱棣对他格外的喜欢 一开始 他们这种夺位夺敌的这种事情 没有他的份 这样就形成了 以朱棣的大儿子朱高赤 二儿子朱高旭 他们两个为代表的 一场关于皇位继承的争夺 其实当年朱元璋 他把他的儿子封为藩王 同时他还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往往没有注意 什么事情呢 他把他的孙子也做了一个安排 比如 太子朱标的儿子 建文帝朱允文 那个时候被封为皇太孙 那么朱棣的儿子 太子的儿子封成太孙 朱棣作为亲王 亲王的儿子封什么呢 封世子 亲王的大儿子 亲王的大儿子将来要继承 王位的封世子 所以朱高赤 在朱元璋的时代 他就已经被封为世子了 他叫燕世子 他夺位成功了以后 他原来是世子 理所当然的 他就应该变成太子了 可是事情就是没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朱棣登基了 自己当了皇帝了 立了皇后了 没有立太子 他没立太子 这就是个暗号 当年朱元璋当了皇帝的第一件事情 自己是皇帝 立皇后 立太子 太子很重要 叫国本 国家的根本 你不把你的皇位的继承权 你不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安排给他 将来万一有点事 怎么办呢 那就要动摇这个国家了 所以这是国家的根本 朱棣没有做 他这一不做 大家就要猜了 他没有立太子 他是不是应该立老二当太子 也有人说不应该 怎么不立太子 应该赶快立太子 你看 官员们就会逐渐逐渐的分成了两派 果然 当时的官员就分成了非常清楚的两派 当时还没有封太子 那么就是老大的 有一群人支持 老二有一群人支持 这两派就展开了斗争 对于这个付出了鲜血与生命 牺牲了亲情和伦理才得到的皇位 朱棣父子自然有更深刻和复杂的感受 长子朱高志 居于正位 自此 朱高绪又立有战功 他们在朝中又有各自的拥护者 对于朱棣来说 确实难以取舍 那么朝中支持他们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明朝的皇位继承 难道又要再起波澜吗 两派都是什么人呢 支持老大的主要是文官 文臣支持老大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我们是敌长制继承 敌长制继承 俩儿子都是敌出 都是徐皇后生的 那就看谁年龄大 老大理所当然的就要立为太子 将来做继承人 老二没份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有支持老二的 什么人支持老二呢 功臣 敬难功臣 敬难功臣 打仗大家打下来的天下 我们打下来的天下 怎么能交给那些文臣呢 我们自己辛辛苦苦 卖着命 得到的天下 就得给一个我们的代表人物 谁代表我们 朱高旭 因为朱高旭跟我们一起打仗打的天下 所以官员分成两派了 这两派斗争非常激烈 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他的潜台词就是一个开国和治国 我们是功臣 我们打的天下 我们要做天下 这是一种开国思想 文臣希望这个国家马上走上正轨 有一个动到文质的皇帝 一切国家的制度 一切国家管理都正常化 而不是打天下的人来做天下 这是治国的思想 这两种思想 从当年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到现在重演这幕了 朱棣拿不定主意 朱棣想这怎么办 这个事很头疼 他也知道 按理说老大当太子最合适 可是谁让老二当初跟他打天下 立过那么多战功 又得到了这么多功臣的支持 这事就拖下来了 拖下来 这朱棣拿不定主意 他就问人家 大多数功臣都反对立朱高尺为太子 这种情况下 这朱棣拿不定主意了 他怎么办 他问他身边最近的人 身边最近的人是谁 谢进 他不是做内阁的大臣 就在他身边 他就问谢进 说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这谢进 先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皇长子仁孝 皇长子 还不是太子 仁孝 天下归心 说老大 你这大儿子 做人做事 讲究仁德 讲究孝顺 天下人 都服他 这朱棣听了以后 无动于衷 说扯那么远的事 不爱听 谢进多聪明 一看没反应 谢进就说了 三个字 好圣孙 什么意思 说皇上你别忘了 你可有一个好孙子 要说这谢进够坏的 他知道这阁代 他更喜欢 这爷爷对疼孙子 那比疼儿子要疼的厉害 而且朱棣的这个孙子 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 他从小就是才华横溢 文武全才 非常非常出色 那朱棣喜欢的不得了 这句话可把这朱棣给打动了 想对 我要不让我老大当太子 将来我最喜欢的这个孙子 也就没指望了 就冲这孙子 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这个事了 到了永乐二年 果然朱棣就下决心了 说那就这样吧 于是就正式的立太子 同时封老二为汉王 老三为赵王 一个皇位继承的安排 出台了 出台了 大局已定 是不是大局已定 不是 这里边还充满了变数 王位继承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长子朱高赤成为太子 可谓众望所归 但是 一向支持太子的才子谢敬 却因此被点交织 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这样的结局 曾经在战场上卖命的汉王朱高旭 又能否善罢甘休 在看似平静的局势下面 到底潜伏着什么样的隐患 果然就又出现了矛盾 为什么呢 汉王封了以后 他的藩地在云南 那你这么大了 你应该去旧藩了 到你的藩国去吧 这个朱高旭就闹起来了 说我有什么罪官啊 我辛辛苦苦的为了这个天下 如今天下都坐稳了 一切都好了 把我给发配到云南去 凭什么呀 我不去 你看 他还挺横啊 他是能横啊 因为朱棣他答应过他呀 他说你哥哥身体不好吗 将来你有指望吗 人家就等着这指望 一块没了 就是不听 就是不去 朱棣他心里面觉得理亏啊 不去就不去 就耗到这儿 耗着耗着他有声势 他说我这护卫太少了 给我增加护卫 给你增加护卫 那我这个还要这个 给你这个 那我还要那个 给你那个 这朱棣顺着他呀 为什么呢 他这当天的觉得自己还是理亏 谢进看不下去了 谢进找到朱棣 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么做 事起争也 什么意思 说你这是鼓动闹事啊 你鼓励他闹事情 起争 朱棣一听就火了 我鼓励闹事 我巴不得什么事都没有呢 我不是没办法吗 对吧 只能这样啊 但是朱棣这个话 他说不出来啊 所以他恨死谢进了 说信心什么呢 说你这不是离间我们家骨肉吗 你看 一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句话 当年朱元璋 有人告诉朱元璋说 你不要这么风帆 你这么风帆将来要出事 朱元璋说离间骨肉 又来了 谢进也变成离间骨肉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 朱元璋 朱棣对这个谢进就很不满意了 很不满意 他也忍了 可是没有多久 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 传到了朱高旭的耳朵里 在当时啊 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皇宫中皇帝跟进城的密语 这是保密的 是不可以随便外传的 何况又关系到了皇位继承的问题 于是朱高旭就以此为由 去告谢进 其实朱高旭是从哪听来的呢 朱高旭是从当时的一个功臣 秋福那听来的 这个秋福就是后来啊 北征丧尸 卢居和的那个人 可是朱高旭夺鬼啊 他不说从秋福那听来的 他说他从谢进那听来的 这样一来 谢进就有罪 什么罪呢 谢 宫中的秘语啊 谢密嘛 你把秘密给传出来了 于是呢 谢进就受到了处罚 朱棣也知道 这些事情啊 不完全是谢进的问题 这里边矛盾很复杂 于是他就给了谢进一个处理 就把他赶出内阁 派到广西去做布政史司的参议 广西 不是交职 谢进也没话可说啊 是吧 就到广西去赴任去了 可是他还没有到任呢 成立了交职布政史司 成立了交职布政史司的同时 又有人向朝廷说他的坏话 说他什么坏话呢 说谢进这个人啊 你别看你给他送到广西去了 他一路上啊怨声载道 说了很多朝廷坏话 于是朱棣一怒 改宋交职 中途就转到了交职 去做布政史司的参议去了 所以谢进就变成了这场斗争里边的 第一个倒霉的 这谢进呢 在交职啊 一待就是三年 到了永乐八年 也就是公元1410年 谢进呢 从交职进京 向皇帝述职 汇报自己的工作 他就来到了南京 永乐八年 这一年有事吧 什么事呢 朱棣亲征蒙古 朱棣在北边 亲征蒙古在打仗呢 谢进哪知道 他跑到了南京 皇帝不在 皇帝不在 你就回去吧 可是有人在啊 谁在呢 太子在 太子在南京监国 于是他就去 进见了太子 向太子 汇报了工作以后 离开南京 回去了 这一下子事情糟糕 为什么糟糕呢 因为 谢进 被所有的人都看作是 太子党 你是太子党的人 你进京 见太子 趁着皇帝不在家 他不是趁着皇帝不在家 他是赶伤了 可是人家就用这个棍子来打他 没办法解释 事情就是这样 谢进就这样被关到监狱里去 他在监狱里边关了很多年 最后死在了监狱里 这就是明初一代才子的命运 可是他的命运 就是牵扯到了明初的皇位继承问题 所以呢 帝王的家世 这些官员们 你是掺和不得的 谢进死了以后啊 朱棣也不再追究这些事情了 让他的儿子们都得到自己的封国去 国家需要稳定 该怎么做 就得怎么做 汉王朱高旭不是说我不去吗 好 你说不去云南 那我给你一个近的地方 山东 于是就改封 汉王朱高旭到山东 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山东的益州 当年到叫青州 这个朱高旭可是够厉害的 去不去呢 不去 还是不去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闹的 最后朱棣火了 说不去可以 安排另一个地方 乐安 就是今天山东的广饶 一个地方啊 离得很近啊 说这次不去也得去了 他对他这个二儿子 实在也是够纵容的了 就这样 汉王没有办法 才去了 乐安 所以说 朱高旭这个太子啊 当的也实在是 够窝囊 历史上就产生了很多的传说 传说这个朱高旭这个太子啊 为什么没有被废掉呢 说就是因为朱棣喜欢他的孙子 有一次呢 这个朱棣呢 让这个 他这个孙子在这个皇宫中间啊 射箭射柳 当时有很多的这些使臣们都在旁边看着 他这个孙子朱棣基啊 很像他的父亲 这个朱高旭 剑法很好 百发百中 大家一片喝彩 诶 朱棣觉得很有面子 他心里想 我这个孙子不仅武功行 那文才也很好的 于是呢 他就出了个上联 他说请他对个下联吧 他这个上联呢 叫做 万芳玉伯风云会 不是来了很多使臣吗 都到这来了吗 万芳玉伯风云会 这是个好事啊 结果呢 这个朱棣基啊 毫不思索 就对了一句 一同山河日月明 大家一片喝彩 朱棣觉得自己脸上更有光感 他的这个孙子 就构成了 朱高旭夺敌的一个威胁 有一次啊 朱棣让这个 他几个儿子去计孝林 那天呢 天气不好 地上湿滑 这个老大不是胖吗 别人掺着他走 一路就滑 差点都摔倒 这个朱高旭就很高兴啊 在后边看了 他就说 说前人把滑 后人知警 说你看他滑成那样 我就小心了 他这个话音未落 就听见后边有一个声音说 更有后人知警 回头一看 就是他的侄子 他一想 完了 这个侄子太厉害了 所以没有什么指望 果然 实际上 在永乐九年 也就是公元1411年的时候 朱棣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立他的这个孙子 朱瞻基为皇太孙 他立了皇太孙 就等于保住了太子 这是不能改的了 也就是说 从这个时候起 这个局面是不可改变的 朱元璋立皇太孙 是太子死了以后 他立皇太孙 是太子还活着呢 这就形成了定局 所以说 朱高赤没有被废太子 跟他的儿子 这个朱瞻基有关 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说呀 在这个朱高赤的身边 他也有很多保护他的人 不仅是家人 还有官员 有人说他的好话呀 内阁的官员都说他好话 他们跟朱棣多近呢 他们说 太子仁孝 朱棣说 他怎么仁孝了 你给我说说 举个例子 说举个例子 可以呀 说你不是让他去太庙祭祖吗 他病了 病了可以请别人带去 这是有规矩的 他说不行 这种事情是不能有任何人来代替的 所以他带着病去 结果出了一身的大汗 回来以后病也好了 朱棣说 那还是不错 于是朱棣就派人去调查他 朱棣在外边 在北京的时候 他一直派人到南京去调查 太子的工作情况 回来以后说 太子确实不错 也说他的好话 可是史书上老说 说朱棣派人调查他 不放心 那个呢 我们不这么理解 如果他去调查他 说明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坏话 他还不信 如果他信了那些坏话 还调查什么 就这么定了 他去调查 就是说有好话 有坏话 他拿不准 那最终 他拿准了 他这个儿子 没有问题 太子的位置 也就稳定了 他把国家 首都 从南京 迁到北京 目的是什么呢 他觉得 他从南京到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 再带领军队出征 太累了 他关注北方 他要解决北方的问题 他把国都迁到北京来 这样可以方便一些 他亲自率领军队的北征 可是他身体状况摆在这 他在这种身体状况 他还有能力 亲自率领 他的军队北征吗 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 永乐皇帝朱棣 一生都有北征情节 在他迁都北京后 面对国库的供需 大臣们的反对 朱棣却一意孤行 仍要坚持北征 在一次次 劳而无功的征途中 朱棣得到了什么样的感悟 这位青史留名的 一代伟大帝王 他又是如何走完 人生最后的征途呢 百家讲看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前生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永乐大帝大结局 最后征途 敬请关注